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 再次把时间交给刘洋 好的 以后我们看到 其实去年12月访问之后 美国总统马杜罗又将在短期之内访问俄罗斯 马杜罗与普京之间的接触是否过于频繁呢 而马杜罗希望从俄罗斯获得哪些支持 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分析 首先是俄罗斯媒体 魏京网 没必要过度解读 看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就表示说 美国总统马杜罗访问俄罗斯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马杜罗去年5月赢得连任 今年1月就职 那他上次访问俄罗斯是在去年的12月 当时获得俄罗斯的物资支持 比如说粮食的供应和武器维修保障的支持 那文章称当前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的关系是友好的 俄罗斯毫不吝惜地给予委内瑞拉最大程度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马杜罗再次访问俄罗斯并不意外 不应该被外界大肆渲染和过度解读 再看英国媒体英国的背报 马杜罗需要俄罗斯的支持 那看到此前呢 美国政府将美内瑞拉的经济崩溃和民生困境 归咎于是马杜罗政府 以美内瑞拉的石油业和马杜罗的核心圈子为目标 对美内瑞拉实施了大量的经济制裁 那俄罗斯的旗帜鲜明地力挺马杜罗政府 针锋相对地抵制美国对委的干涉 美国方面一再呼吁莫斯科撤回对于马杜罗政府的支持 近期看到美内瑞拉危机有所缓解 但仍然是暗流涌动 马杜罗现在急需要俄罗斯的支持 以巩固自身的总统地位 获得发展美内瑞拉的资本 来看美国媒体怎么看美国的政治新闻网 反俄时机耐人寻味 看到近日美内瑞拉的部分反对党成员 与西方支持的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是分道扬镳 并与马杜罗政府签署协议 而瓜伊多排除与马杜罗政府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看到美国及其盟友将激活泛美互助条约 其中包括共同防御的内容 消除所谓的马杜罗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 这样一来 马杜罗政权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将越来越不稳定 而马杜罗将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后盾 这些可能都是他要在短期之内访问俄罗斯的重要原因 最后来看美内瑞拉当地媒体最新消息报 美内瑞拉抗议美国制裁 看到上周末 众多的美内瑞拉的民众 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集会 并且是递交了签名 抗议美国对于美内瑞拉的经济封锁 马杜罗的支持者就积极参与游行 希望外部势力不应该过多地来干涉 美国内的政权 希望国家尽快恢复平静 那美内瑞拉的副总统表示说 摆在华盛顿眼前的只有一条路 就是谈判和外交沟通 不过随着美国方面 对于美内瑞拉经济制裁的逐渐深入 以及美俄双方 在与本内瑞拉的较量加剧 本内瑞拉的稳定 还是任重而道远 好 这部分较点 想把时间再次交换给英峰 好的 刘洋 谢谢大家 выступ